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七名这个部分怎么写出来的 OK,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是说只是很简单的把 他的底色填一个黄色,这么简单 我是希望说找到小于等于7的帮我把它复制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 前七名的这个这个程式其实跟格式化有点像 所以呢,我基本上是把格式化的程式拿来复制贴过来来改的 那改哪些地方,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前七名的这个程式 基本上我就 第一个啦,增加一个sub 叫做前七名 然后呢 里面的程式 我其实是拿刚刚格式化的这个程式 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到哪里呢?复制到它的中间 那这个程式部分的话是把 如果是小于等于7 的 这些资料 OK,A缆的部分把它做底色 的什么呢 变化 但是呢 一样的部分是什么? 一样的部分是 我一样要找小于等于7的那个资料在哪里 不一样的部分是说 我要把这个资料call到哪里呢? call到F2 F3 这个位置 那我要怎么写 首先第1个呢 我要改 改哪个地方 把底色变动 改成把 这个资料 A缆的资料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F缆的位置 call到这里来 所以我讲过 这个地方把它做修改 原来是底色变更嘛 改成什么呢? 改成把 这个的资料 这个的资料很简单 就是Sales I列的A缆 里面的资料 记得 call到哪里呢? F2 所以我就F2的话怎么写 Sales 我们先写 当然你可以用Range F2啦 不过这边因为 我们一直往下放 那当然呢 我先写F2啦 F2的话就是第2列的F栏 复制的话特别是就写成这样就OK了 把 这个的资料 复制到那边去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加个等号就可以了 那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等号不是以前的那个数学的运算喔 这边的意思是说把 我这个资料 复制到前面 的这个储存格喔 OK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等号当成是复制的意思 后面的资料复制到前面 的意思喔 OK 理论上我们第一步就完成了 好吧 所以以后 因为常常有同学问说 老师我要怎么把某个储存格的资料 复制到另外的储存格 很简单嘛 你VBA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以后的话把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就会帮你丢到这个储存格 那不过呢我现在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喔 我这边把它缩小一下 F2嘛 那执行过之后的话 当然你会发现它很快的 它好像会闪动 不过你会发现 为什么只留下39呢 因为喔 它第一次 抓12放进去 第二次的话呢 抓21放进去 把它盖掉了 所以一直往下放到39 所以就留下39 那这里有什么问题呢 哎 就是什么 理论上应该是 我如果第一次 放12的话 那应该这个里面的数字是 等于2 可是我第二次的话应该变3 一之类推 等于是说呢 我只要call一个资料过来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 应该把这里面的数字加1 所以喔 各位有个概念 假如说这个 现在我选的这个2的数字 的位置 假如会改变的话 那当然喔 你就可以想到说 我这里需要个变数 所以什么叫变数 我意思就是这样 那那个变数的名称叫什么 跟各位讲一下 那个变数的名称也需要k好了 它预设值等于多少 等于2嘛 所以一般 假如说以后你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的话 那你记得你可以在 for回圈的上面 加一个k这个变数 我习惯用k这个名称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 第一步喔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把 这个2的位置呢 改成k 他会 第一次呢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会先放 放2嘛 所以这边就是f2 不一样的地方 最关键的地方来了 那我希望呢 如果你帮我call一个资料过来之后 之后喔 所以之后意思就是说下一行 帮我把这个k里面的词 加1之后存回去 那怎么写啊 特别是说 加1之后存回去的话 写的方法就是k k 等于 k加1 这样的话就是什么 帮我加1写回去的意思 所以特别注意喔 这个地方k等于k加1 它的意思是说 把k加了1之后 存到前面 变数里面去 把它盖过去的意思啦 OK有点像一个 简贴簿嘛 你Ctrl C 下一次 再C 那就会被盖过去 那个 观念是一样的意思 特别注意喔 千万不要让 把那个等号 一直又想到那个什么 数学里面那个等号 那是在这里的话 是不一样的东西 请各位 特别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一直被那个以前的那个数学的那个等号 给框住了 一直跑不出来 特别之后 虽然是 看起来是一样的东西 但实际上作用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特别之后 上面这一行是把后面东西 布置到前面去 那下面这个是什么呢 把后面的运算结果 放到前面去 也就是它原来里面是2嘛 然后加了1变3 3丢到这个k里面的话 这个k就变成3 OK 意思类推 那3里面的话 它下一次就加1变4 所以意思类推 它就一直往下放 大概是这个道理喔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 那这个程式 基本上就 写完了 OK 所以刚刚其实也没做什么事啦 1 把那个格式化这一个程式 扣过来 2的话呢 把中间 if and if 中间做什么事 改成 把a栏的资料 复制到f栏 第三个的话 就加一个k k等于k加1 如果你会的话 其实就很快喔 OK 所以这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程式已经写完了 执行 有没有 12 21 27 一直往下 有没有 它每一个 它就一直往下 清除的话 其实你就f2到f8 点clearcontents 所以其实这也可以啦 清除掉 这样子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 把 这个地方 做练习 因为我发现有些同学 比较容易 就是 转不过来 等号啦 不要一直问 因为自己的同学 太多问 这个等号不是计算 的结果 没有啦 虽然一样是等号 但作用完全完全 不一样 OK 这一点 可能要特别 我发现 如果你这个弯可以过得去 后面应该是简单的 千万 有东西 虽然它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是不同作用 那 最后的话 有同学问 一个问题是 老师那有没有办法 如果说我今天 第7名的话 可不可以就 帮我把它放在那个 第7名的位置 也就是 但是 这边就从第1名 这边是放第1名 这边放第2名 这边就放第7名 OK 也就是说 它的那个位置 刚好 跟列号 相差1 第1名就放在第2列 就是F2 第2名的话就放F3 第7名的话就放F8 如果我今天希望 按照什么 按照这样的规律来放的话 那该怎么做 OK 可以想想看 这个大家又延伸在练习题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请订阅 订阅 请订阅